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月5号,最近几天有关于中美的股市,中国周边的局势,比如说缅甸的局势,以及台海局势,中美关系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连线人在上海的习主席的高参,唐先生,请他来给您解读一下,唐先生你好 沈先生好 首先关于上次我们谈到的美国网友逼空空投,就是买进GME游戏议站股票,不过在这个周一股票就直线下跌,从300多一直跌到现在的60多,对这个局面,好像就是韭菜又一次要输给机构了,对这个局面你意味意外 上次我就说了,急急赶快撤离嘛,因为这种300多这种虚高的股价是完全没有基本面支撑的,因为你早晚还是你这一代人,虽然你就算你养成了去这个实体店买游戏光盘的习惯,但是这一代人逐渐会凋零的,对吧 这个,而且就是说,尤其在疫情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越来越多人会选择线上购买嘛,对吧 因为你去跑到店里面也是一种群聚,也有可能被感染,对吧 也是有风险的,而且往往这里,您继续 往往这里面股市往往就是杀完,杀完空头杀多头或者杀完多头杀空头 真正的主力啊,他是不会,不会让,不会让任何一个,不放过任何一个这个,怎么讲猎物也好 或者说潜在的博弈对手吧,只是吃早而已 就是你觉得游戏一战那个股票啊,大概就是金融界分析大概只值20块钱左右 那么到三四百,这已经很反常了,就是您觉得他再往上突破或者韭菜继续持有 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动力什么,就是不可能持续下去 一方面就是即使就是韭菜20多块买了,你到300多块你赚这么多的话,你能忍住不抛吗 对吧,这个人性,人性也是,就是说还是趋利的嘛,趋利利害的 还有呢就是说,因为美国股市它是有成熟做空机制的 你一旦你离这个价值啊,价格离价值,就是说背离越大的话 你反而会引来更大的做空机构 你可能那个什么潜逃啊,就是有的做空机构可能认输了,出厂了 但是你把价格抬得越高,反而会引来更大的做空机构 你最后的话,你肯定还是散户不可能和机构抗衡,对吧 而且散户本身也是不团结的 那我们聊完这个美国股市啊,是为了回应上一期的那个话题啊 那今天中国股市有个新闻,说这个中国的主板和小企业板合并了 对这个事您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基本上就是形象工程嘛,那就生互两世要对应 因为现在上海只有两个版,主板和科创版 深圳有三个版,主板,中小板,科创版 那么就和上海对应的话,就是把中小板和主板合并为一个主板 因为他们的交易规则和创业板上市要求啊 都是有比较大区别的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行政措施,没什么时机 但是最近呢,就是说这个亿万股民啊 被这些狼心狗肺的基金经理抱团啊 搞的跌的惨不忍睹,七荤八素啊 这几乎天天,现在几乎天天是指数在涨,个股在跌啊 现在基本上有三分兆的股票已经跌到2400点了 你看指数还在3600点 三分兆的股票已经跌穿了2400点的位置了 所以说这个证监会啊,如果再不遏制这个资金抱团的话 那这最后肯定要引发金融危机 甚至会这个威胁政治安全 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股民啊散户就去买白马股好了 就就没有用 你这个白马股就是说 现在已经只剩下这个最大市值的实质股票还挺住 其他的都在 以前的白马股也在跌了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最不形成财富效应 不吸引增量资金 你这越抱团的话亏的人越多 到最后机构也抱不住了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这种盈利模式吧 你要是你要吸引增量资金 就是应该让大多数人赚钱 对吧 你现在的这种盈利运作模式 大多数人亏钱 你吸引不了增量资金 你最后自己也会栽进去 好那我刚才想到一个话题啊 就是这两天啊 马斯克啊 就是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比较活跃 首先在GME逼空空头的时候呢 他好像是给那个韭菜站台 接着呢 他突然有一天发了个推 好像他的那个Space N9火箭失败以后啊 他发了个推叫Doggy 然后把那个狗币啊 一下子有一种数字加密货币啊 一下炒了炒上去涨了100%左右 这两天呢 他又在热炒那个叫 Club Club什么 反正是语音聊天室的 那个软件啊 这个股票好像又在涨 你对他这种名人或者企业家亲自上阵热炒某只股票 然后他暴涨你 你这个怎么看 你关注到这现象吗 我觉得他可能不能称之为企业家 他可能真正是一个吵架 你像特斯拉能涨这么多 正常的 我觉得无法理解 这个特斯拉能涨到现在这个位置 你销量才销量才十几万辆 你比通用啊 或者是你比原来的三大三大汽车公司你差的远了 你的你的车也 他们也不是造不出来 对吧 所以说可能马斯克的真实面目就是个吵架 他这些 这个并不是这个无以为之 而是他是 而是 而那个可能才是他的本职工作 你就是包括发火箭 灯火星也是为了给他的炒作是吧 炒作 否则无法理解特斯拉达到现在这个市值 对吧 因为因为从特斯拉的技术上来讲 没有什么太就是说太开创性的东西 特斯拉能做到的东西 分田分田本田都可以做到 好的好的 那我们简单聊一下这个财经形势啊 下面进入这个紧张的政治议题 首先呢 中国的周边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动脏 这个缅甸昂山素季被软禁 军方政变了 你觉得这背后是不是有中国默许 甚至是暗中鼓励怂恿的影子 我觉得这个因为基本上昂山昂山素季当政以后 基本上没有批评中国吧 就中国基本上还是对于这种没有 就是说没有对中国有太大敌意的国家 一般中国也不会去 不会去那 基本上他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吧 就是昂山素季和军方的利益摆不平吧 中国怂恿的话 这样这是一个很不好的 就对中国来讲是不利的吧 说白了就是说 你社会一动荡 中国的你缅甸的投资可能也又会成问题 对吧 你政局越一个一更迭 可能原来签了投资协议 又不做数了 又要重新谈了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没有动力 但是中国和缅甸谈的投资协议 就是说谈了40多项 只有三项呢 马上要落实 也许是不是中国领导人觉得这个民主政府办事效率太低啊 但应该还没有到主动去主动去那个吧 反正主动去这个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样弄的话 就是说 就是说一旦形成一个先例的话 你这个反而反而会引起周边国家对对对中国的敌视吧 你这个就插手内政插得太远了 对吧 尤其是杭山苏季还算比较听话的 对吧 你这个你要去搞政变的话 这个模式对于团结周边国家 我觉得不是很有利 如果是一个不听话的国家 也许在中国去搞他一下还可以 这个没事找出过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但是中国替缅甸挡下了联合国的谴责呀 投了动用了否决权 这个东西吗 这个是怎么说呢 反正这个处于拉拢军方吧 处于保护那些已有的投资的需要 可能我觉得这个只是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 对中国来讲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从中国的周边外围谈到了中国本身 特别是最近很热的这个台海问题 很多人在拜登上台之前 他们支持川普的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拜登上台会出卖台湾 中共会马上武统台湾 那么现在看到拜登上台了呢 好像并没有对中国示弱的迹象 特别是驱逐舰在南中国海巡航 最近呢又派了就昨天又派了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那么你觉得就是拜登和特朗普对中国的台海局势的政策会有多大的不同 那就是说特朗普有可能是一个敢于应拼的美国领导人 拜登是绝对不会应拼的 他这些只是做一些姿态而已 就是说现在只要伟大领袖拿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气来 我可以拿我的人头担保能镇住拜登 拜登就会就会选择让步 只要拿出足够的勇气来 你这个派军舰去这个包围美国 美国航母打击群 不是派军舰 派这个名船 派渔船去包围这个美国航母打击群 甚至有必要的话 就是说用潜艇 像美国航母 发射这种模拟 就是说训练用水雷 没有炸弹的水雷 就是说可以有一些更刺激的行为出来 当然不是 但不适合真的要去和美国开战 因为最后打仗就是要 就是要这个 就要动员就要烧钱 但是以美国现在的财政 我相信他拿不出这个钱来 你马上9000亿又要 19000亿又要救助计划 你怎么可能有钱再去打仗 所以说你现在 就是说这个怎么讲 中国施压的力度还是太弱了 还是要加大施压的力度 那最后拜登肯定会选择让步 你的这种看法 你觉得有代表性吗 特别是在小粉红和战狼当中 甚至是中共的就是智囊层面 我不需要代表性 我只要正确 代表性不重要 那么如果说你的这种想法 在中国的主流精英当中 馆场当中很有代表性 那是不是印证了 川普当选 那么天下太平 如果拜登当选 那么各地就要造反了 世界秩序就乱了 也会 就是说基本上我认为不存在武统 你要真的去武统的话 那你就是和美国撕破脸 那中国会承受 就是说会承受很大的代价 甚至你会逼拜登 真的出兵来保卫台湾 对吧 你还是要给美国留足够的面子 和美国做足够的交易 但是你的态度要摆出一副 就是说拼死一战的架势来吧 但是不能够就是说和美国彻底撕破脸 如果真的和美国彻底撕破脸 去武统的话 那可能会有不可预测的风险吧 你就是说你还是 就是说吓唬美国 争取把美国吓唬住了 那就是一本万利 没吓唬住 中国也没什么损失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好我们先暂时从尊美关系 把目光转移到台湾岛内本身 这两天前中天 是中天集团的董事长还是什么 不是 中广 中广的赵少康 也是一个前立法会议员 也是一个主持人 立法委员 新党的全国召集人 新党的召集人 94年的时候的在台湾风靡一时的和陈水扁选市长的 当年的政治金童 他据说最近要重返国民党选党主席了 你觉得是个什么信号 首先赵少康说是韩国瑜让他出来选的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一没有这个智商 也二没有这个情怀 如果他真的这么大共无私的话 那么2020年他就不会自己跳出来选了 让给郭台铭的话 可能这个祖国统一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肯定是背后有人 有人指使韩国瑜这么干的 能够有这个智慧的 那肯定是这个伟大领袖的 因为现在来讲就是说2020年 就是说2021年建党百年 马上要到了对吧 然后又是这个要连任 你做不出一个实际的功绩来对吧 你靠这个微博删帖 然后靠这个微博 现在微博都要评论 这个谈论国家大师都要这个许可证了 包括我的微博 所有歌颂伟大领袖的这个帖子都被删光了 是吗 微博会是 他自己删的 反而骂胡锡 不是我不是我是微博删的 反而骂胡锡进的 骂就骂一些官员的帖子 一个都没删都还在 但是只要是歌颂伟大领袖的 全部被删光了 所以我现在也非常苦闷 这个就是说 还是希望这个伟大领袖 这个能够给我一个战斗的岗位吧 能够抒发一下 否则这个股市们有乌烟瘴气 然后呢 这个不能歌颂伟大领袖 简直是不让我呼吸 你是怎么歌颂伟大领袖的 你的帖子里是怎么歌颂的 那都是主要是我写的一些诗词了 但是主要有习近平三个字是吗 没有习近平三个字 有伟大 习近平三个字根本就 你就如果你有习近平三个字 你给你上 不是发不出来 你上不了热帖 上不了热搜 上不了头条 我都已经把习近平带 改成伟大领袖这四个字了 隐晦一点了 对吧 因为我下面发的照片是习近平 大概大家也能理解吧 对吧 这个都现在擦边球都打不了了 歌颂都不行了 歌颂的自由都没有了 你是不是在那个歌颂 是明着歌颂暗讽 有没有这样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暗讽 绝对没有 绝对说发由衷的 发自心底的 对伟大领袖的歌颂 所以说这个 你现在没有一个 拿得出手的功绩来的话 对吧 你光靠堵住大家的嘴 你只是给自己制造敌人 那所以说 现在伟大领袖可能 就是说也是急着要统一台湾 那所以让国台办 让韩国瑜去拉 拱赵少康出来选 国民党主席 因为现在国民党已经很乱了 又是要把中国去掉 又是要和放弃九二共识 对吧 那么可能就是说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让国民党重新振作起来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说 这个赵少康 如果他是想选 2024的话 那只是韩国瑜2.0 只是徒劳无益 因为台湾的民意基础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尤其是香港这个事情 弄得这么僵以后 对吧 已经很难 很难再靠这个选举 来这个打败民进党了 尤其民进党 很多这个怎么讲 行政资源渗透到各个方面 包括言论的一些限制 对吧 中天电视台也关了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赵少康还是想做 想做他的总统梦 伟总统梦 那只是徒劳无功 韩国瑜2.0 他94年没能赢陈水扁 你这个2024年 就一定能赢这个赖清德 赖清德吗 我觉得很非常困难 所以说呢 这个这步棋 这个国台办案也不用费劲了 现在关键 但是赵少康的确是很有 这个煽动力 很有这个战斗力吧 让他来推一个和平协议的公投 在今年完成祖国和平统一 我觉得这个倒是比较现实一点 你是觉得 让他怎么上任了以后 还是让他还没上任 就开始推公投 一年内 他上任不了 他永远上任不了 他30年前没能上任 现在回来也不会上任 因为整个台湾的民意基础 已经发生 人口结构 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他不过是一个 他不过是韩国瑜2.0 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只是比这个韩国瑜 稍微有头脑一点 形象更好一点的 韩国瑜罢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就是 他不要想选总统了 或者说他现在 按原有的打法赢不了 你现在先把和平协议公投通过了 你将来将来这个 将来再当特首也好 当怎么样也好 你再去选 那才有用 那你现在 你就是说 以原有的选举方式 你现在不可能赢 你赢不了 就是台湾的选民 基本上普遍绿化了 是吧 你谈统一 对对对 一个是普遍绿化 另外就是说 就是说民进党 现在的对这个社会资源的控制 也是非常 也快接近于这个极权国家了 不说接近于极权国家 反正整个社会的资源的控制 渗透也很严重 比如说 民进党也推了一个国安法 就是说限制 限制这个大陆的台商向 怎么讲呢 向国民党捐款吧 然后就把国民党的这个党产 也都给抄了 对吧 没收了 就没有经济资源了 你这个 然后再加上整个 整个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反正就是说整个意识形态吧 经过这个民进党 这个改了教科书以后 整个我觉得 要想应非常困难了 就是说 还是先解决这个两岸问题 先解决和平协议 先解决祖国统一以后 然后慢慢的 对吧 你再去 再去改造这个 台湾社会 那你才有再次赢的可能性 当然那个赢可能就是赢特首 你等一下 您说的内容比较多 您说先让一个人 比如赵少康去推进和平协议 然后再统一 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 在台湾社会民意如此 强调这个 下面我就要讲 这个就是说 讲我这个锦囊妙计了 赵少康和蔡英文都无法拒绝的统一方案 第一条就是说 拒绝统一 就明确时间表 今年国庆前武统 当然这个武统是假的了 但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要有一个明确的压力 就是说就定了10月1号 你看你拜登怎么办 你拜登要想跟中国打一仗 那你就开始砸钱 对吧 你要不想打的话 那美国就会出来 迫使压迫台湾和大陆 就是说进行谈判 对吧 那么就类似慕尼黑协定的基本架构 就可以开始了 第二条的话 就是说大陆 就是说这个统一 不涉及台湾的政治制度 台湾现有的选举制度 基本上都可以保存 就是说你民进党能选赢 你继续在民进党 继续在台湾执政 大陆也不干涉 就是说这样的话 民进党的抵触情绪 毕竟它执政党就会小很多 第三条的话 就是说解放军不在台湾驻军 这一点的话 就是说证明大陆和平统一的诚意 对吧 我没有驻军的话 就证明你这个 确保你这个政治制度 还是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 但是就说 国军要编入解放军 接受中央经委指挥 但是军费 可以由大陆来支付 这样每年帮台湾省下4000亿的军费 可以就说以前不是公务员 这个军工叫台湾 砍养老金 对吧 砍的很凶的 就说这个钱给你们发 就是加工资 简单一点就涨工资 对吧 你这等于一种 你也可以理解为变相一种买票 对吧 这样你就可以买到三四百万票了 这个统一方案 还有一点就是说是 大陆向台湾无偿提供电力 而且台湾现在的合飞料 交给大陆处理 因为民进党本身有一个 很重要的政治主张 就是要台湾实现乌合化 但是台湾现在大堆 很大的一堆合飞料 没地方放 那么这个也可以迎合民进党的一个神主牌 无非和家园的神主牌 然后就是说 大陆既然 也可以清除台湾的空气污染 台湾的空气污染现在相当严重的 赵少康经常在这个节目上说 他这个有人得肺癌死了 那个有人得肺癌死了 包括韩国瑜 那次的能够赢高雄 就是因为高雄的空气污染太严重了 就是说 也是现在台湾一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 如果大陆提供电力 那么台湾就不需要燃煤电厂了 它的空气污染就可以消除了 因为其实 大陆在福建造了 现在造了五六座大型的核电站 核电站反正 这个电力是无限的 你多工一点少工一点 其实没什么大影响 而且这样的话 就是说 帮台湾2300万人 永远不用交电费了 对吧 这就是一大 又可以买到一大堆票 对吧 就是说 胡萝卜加大棒吧 你10月1号前 你谈不成这个和平统一 不能完成 那就无统 但是和平统一 有这么多好处 对吧 公务员军人可以涨工资 老百姓不用交电费了 就说 有这两方面的好处 就是说两方面的压 两方面的好处吧 再加上足够的压力的话 我觉得 这个和平协议的公投 在台湾 绝对是可以通得过的 哪怕你蔡英文不同意 只要公投同意了 你也没办法再来挡 这个和平协议 对吧 再加上美国的压力的话 那么我觉得 这个习主席 只要任命我为国台办主任 三个月之内实现和平统一台湾 完全可以做到 有和平统一了台湾 那习主席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就不需要这个黄坤明出 一天到晚出这些搜主意 去赌别人的嘴 去删别人的天 对吧 甚至其实殃及吃鱼 这个人的影视 也可以挂了 现在美剧也看不了了 你这个 你这又给伟大领袖 制造多少敌人 对吧 你这个就是这种防民之口 胜于防川 你与其堵别人的嘴 不如让别人心服口服 你只要做出成绩来 做出这个工业来 这个人民领袖 广大人民群众 一定会歌颂习主席的 对吧 用不着这种 用这种高压的方式 你这样压到最后 的确最后反弹 反作用力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你到最后 你就像毛泽东又怎么样 对吧 毛泽东到最后 对吧 你这个 见了马克思以后 还是要摆脱不了勤算 对吧 你现在再多的压制 你可以这个 怎么讲 你可以战胜人 但是你战胜不了历史 对吧 尤其是现在这个 这么多人已经出国了 对吧 你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还是要从正面解决 从积极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不要从消极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反而给自己制造麻烦 到最后的话 你这个 可能可能就是说 怎么说呢 这个 就像被历史否定的话 你 你现在一切的这个 镇压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管制也好 都是徒劳的 都是浪费 看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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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宣传部啊 搞的这个 什么时政评论 要 持政上岗啊 删帖 这个禁止 对重大 什么事件 进行评论啊 把我们的这个高参啊 是 沉重的打击啊 非常的痛苦啊 所以这个 只得逼不得已 他要正式 向向正 正式的这个 仕途进军 所以他好像刚才啊 呃 向习主席直接提出 任郭台湾主任 而且看来 他对这个三个月 统一的计划 非常的自信 以至于今天穿了一件 这个非常有官微的 这样的白衬衫啊 大家观众朋友 大家能看得出来 那你觉得你这个 三个月统一的 这个 这个计划成功的 可能性有多大 因为我们知道 在1960 是56年 还是60年代吧 反正毛泽东提出的 这个和平统一 就包括不设军队 而且也 也没有说要 包下台湾的军费 那么你说的 无限供电啊 还有什么消除核废料啊 这些东西呢 也都耗资巨大 而且 这很明显是要买下台湾 你觉得连九二共识 都不愿意承认的 这个蔡英文 或者台湾人 他能够接受你这样的 事实上 等于是把他军队都没收了的 这样的统一倡议吗 没有没收 他就是说 国军还是存在啊 我没有要消灭国军啊 只是说这个费用 由大陆来支付啊 因为现在和五十年代不一样 那个时候是 这个台湾富大陆穷吧 现在至少是 双方是差不多的 就生活水平不会差太远 关键是就是说 那个时候就是说 解放军的军力是很弱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 像样的渡海能力 对吧 你现在这个 怎么 就是说现在双方的力量对比 已经完全改变了 你现在如果 如果在美国不干涉的前提下 这个台湾是完全没办法 挡住解放军的 即使美国要干涉的话 但是台湾变成战场的话 对台湾老百姓来讲 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所以说我就 我是觉得我的这个 和平统一方案 是有绝对把握的 只要这个 这个伟大领袖下定决心 我可以用这个人头担保 三个月统一不了台湾 我宁愿被枪毙 那看来伟大领袖 被你的一个誓言会吓着 那还是暂时先列入考察干部 不行 暂时先考察了十天八年 怎么讲 活得我都活得没有意义了 感觉如果不能 不能为伟大领袖 做一点事情的话 甚至某种意义上 就是说 现在很多的 怎么讲了 现在很多的管制 都是因为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伟大领袖也是 怎么讲 不是很自信吧 如果他有了这个 统一台湾的历史功绩的话 很有可能他的心态能改变 也很有可能就 能够走向这个 开放啊 这个创新啊 不能再这样 这个闭关自首下去的话 那整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竞争力都会有问题吧 好吧 那我们相信这个 屏幕前的观众感受到了 这个唐先生 唐高参的这种 一心为国 刀效国家 这个为主席分忧的这种 这种赤子之心啊 不知道伟大领袖 能不能体会到 那么 但是呢 鉴于现在目前的形势啊 你看这个 禁止国内时政评论啊 禁止人人影视 实际上就是打击了 所基本上很多的国外的影视剧 然后呢 好像 总之各个方面啊 比如培养什么阳刚之气 有人说是要培养炮灰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中国大陆在从各方面收紧 准备真的可能未来一两年 要动武呢 这是我最后一个小语 我觉得动武和收紧没有关系啊 动武和收紧 他需要一段酝酿时期啊 他需要动员的一段时期啊 他不能突然一下 根本不需要动员啊 你现在打仗 又不是像以前人海战术啊 对吧 尤其是有个台湾海峡 你就游不过去的 你还是要 还是要靠这个飞机啊 靠这个军舰啊 对吧 还是这个 有这个 军事技术的一些专业人员嘛 你又不是让老百姓上去 打人海战术 所以我觉得这个 和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和武统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说出于这个 出于这个 有些官员出于不自信吧 对吧 想堵住 但是这个连任呢 对吧 虽然说现在 这个越南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也连任了 就是为了压制舆论吧 可能对连任的某些非议吧 但是我觉得 如果三个月之内统一台湾了 就不会有非议了 连任就名正元顺不好嘛 你非要去堵别人的嘴 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好的 那行吧 那您对您的三个月统一台湾计划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或者对台湾问题 基本上就是说还是 就是说争取团结台湾大多数人吧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甚至对吧 就是说可能伟大领袖也需要两害相权取其亲 为了统一台湾 是不是在香港方面 适当的放一放宽松一点 对吧 不要搞得这么紧张 创造出和平统一的一个良好气氛来 那么对香港方面也适当的宽容一点 对吧 或者说让黎智英保释回赵少康的讲法了 然后这个回家过年 你要坐牢等判决完了再去坐牢 也是可以的 好的好的 人道一点吧 或者多讲一点人道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我还是一直非常希望 这个彭丽媛同志能够学一首粤语歌 唱给这个香港青年来听 对吧 沟通一下两地人民的感情 不要光是抓人 这些东西 这个怎么说的 你这培养仇恨的事情 没多大意 还是要建立感情 反而是一个能更好的 让香港心向祖国的一个方法 好的好的 感谢唐先生对这个时事的精彩解读 也感谢唐先生啊 这个向广大观众啊 这个贡献了自己的 怎么说呢 对台海问题的一个非常独到的一个建议啊 希望这个观众朋友有心的可以把这个建议 如果有渠道的话 转达到这个伟大领袖那边啊 也许可以促成这个是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也解决了伟大领袖 这个目前这个焦虑问题啊 好 那么各位观众对这个今天唐先生的 在各个问题上的说法呢 有何看法也可以到我的电报群讨论啊 电报电报群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好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唐先生啊 谢谢 谢谢大家